花蓮一名無業的真心男子 去年9月份因為喝酒之後心情不好 居然拿起鐵錘沿路隨機亂砸搞破壞 不管是停在路邊的汽車 還是周遭住戶以及店家都慘遭波齊 總共有14個人受害 現在花蓮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出爐了 判這個男子呢 毀損他人物品罪累犯 除有期徒刑三個月 讓當地居民好無奈 認為司法沒有保護到受害人 去年9月 竟然向一名無業的真心男子 因為喝酒醉心情不好 竟然就拿起鐵錘沿路亂砸 路邊的14輛車 還有三台娃娃機大搞破壞 但男子被逮後卻無意賠償和解 現在花蓮地方法院的一審判決出爐 法官判證男三個月有期徒刑 等一顆罰金 但換算下來也才9萬多元 讓受害者及當地居民無法接受 當然很無奈啊 你說他沒錢就要賠 他的家人也沒有辦法處理 可能我想應該也是沒辦法啦 因為以他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他家應該也是 覺得很頭痛啦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他這個就是說 司法並沒有真正保護到受害的人 當然不能接受啊 我們雖然是 我們雖然不是受害的人 但是有一天萬一我們也不小心被敲到 也是這種語言這種案例去判 那我們不倒楣啊 42歲的真心男子時常酒後鬧事 是社區的不定時炸彈 被逮後變稱是因為心情不好 才會戒酒交仇 事後又無意賠償和解 雙手一攤直呼要去坐牢也沒錢賠 但法律訴訟程序相當繁雜 要上訴又得花時間 現在被害人傷透腦筋 只能看有沒有人能統籌再上訴 記者 許麗晴 吉安祥報導